会说话和不会说话 那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有的时候就算你反应快 会说话 那也是没有用啊 明太祖朱元璋就审理了一桩案子 让监察御史袁凯 把案子送给朱镖太子复审 朱镖啊就减轻了判决 从轻发落 袁凯把朱镖复审的案子 拿回来交给朱元璋 朱元璋就问袁凯 说朕与太子的判决谁判的对啊 这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啊 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子 你说谁对谁错呀 袁凯呀是明初的诗人 那也是实在不简单的 他说陛下之法证 东宫之心词 说陛下您这么判是依法判决 太子那么判是人家太子宅心仁厚 慈悲心肠啊 我认为这个答案已经是满分了 万万没想到朱元璋大怒 说你这个人狡猾呀 你这是两面派呀 传下旨意就将袁凯关进监狱 袁凯知道大事不好 这条命恐怕要保不住 赶快就在监狱中装疯 三天没吃饭 朱元璋听说袁凯疯了 就要亲自查看 袁凯当着朱元璋的面 就抓起地上的污秽之物往嘴里塞呀 朱元璋说我听说疯子不会求饶 就命人拿木头锥子扎袁凯 袁凯忍痛啊 真就没求饶 对着朱元璋是哈哈大笑 这一关算是混过去了 袁凯被释放回家 但是袁凯知道这件事 朱元璋不会就此罢休 到家以后 他就把自己捆绑在床榻之上 继续装疯啊 果不其然 没几天朱元璋就派人前来查看 袁凯是傲慢无礼 对着朱元璋派来的人唱歌 来人就回报朱元璋 说这袁凯呀 真的疯了 这位大诗人监察御史袁凯 好歹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据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御志大告记载 有读书人夏伯起 书职二人 自己把自己的手指都剁掉 豁出来当残疾人 也不当官 从袁凯一案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出端倪 在红五年间入朝为官 恐怕是读书人的噩梦啊